Zither Harp 我看完整个片尾这一段以后 我觉得这个戏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结果果不其然 现在红遍天下 好多人都喜欢这个戏 倒也没有 因为拍这个戏的时候呢 没有想那么多 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所有的演员我们大家都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觉得一个挺好的一个剧本 挺好的一个素材 然后大家在一起呢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 每天可开心了在现场 你知道吗 唯一不开心就是单单 他一见着我 小天就是无妨我在 我也在那个京东县博物学 我就是 夏天你真讨厌那么低 那么每次来就是你第一个先来 然后你这个又先走 你真是不要 你真是太过分的人 真是讨厌死你了 亚军 他是这种性格的人 我就喜欢这种 这种样子像一个大的一个家庭 特别温暖 特别的开心 也不觉得累 还有一事我想问你 因为编导说完之后我就乐了 就这小时候唱一样码戏 还摔着床上去了 怎么回事 心里永远抹不去的痛 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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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们讲一讲吗 我们家有一画匣子 那时候叫画匣 就是半导体 叫收音机 每天就这八个样码戏 唱来唱去 就喜欢哪一段杨子龙 打虎上山 他那个 可好听了 我觉得那好听 别着急 说完这事了 找我这心里这痛 夏天 那会北京小孩都有 有一 基本上都有这么件衣服 叫棉猴 棉猴啊 哎棉猴有 就是这棉猴有没有棉袄 中间是戴一帽子 又扛风又那什么的 我夏天就把这棉猴给翻出来了 咱们俩想翻向的 我也找着这棉猴了 当谁当杨竹那个 那那那大衣 那带毛的大衣 你知道吗 手里弄了根管子 拿着那个 自个儿的床上演 羊猴打虎上身 在那一撩那大衣 棉猴在上 那个怎么唱 我已经没那 我已经没那调了 你知道吗 怎么唱我忘了 这正在唱 不会啊 下边忘了 气冲 气冲消汗 词记着 调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还有最后那句 我我凶有朝阳 那怎么唱了那个 不记得了 你肯定记得啊 你别优惑我 我把楼板踩穿了一会儿 但是呢 最后那一句 我记得有一个 往后一 画往后一彻步 一撩那衣服 就那一亮相 本帅 你知道吗 我就这一亮相站床上 这一脚单身床啊 没估算好距离 哭通我就掉地下了 你知道吗 哗哒摔的 你知道吗 眼冒进行星 而且我哥这拿药 正要开门呢 我就看着我哥 然后我哥开门进来 你干嘛呢 我也不 我这大下电视团 一面猴啊 我让你跟我哥 我学那样板的戏 因为电视台那边 那收音机也唱着呢 然后勒令 我把这身棉袄脱了 赶紧放柜子 自个地奥放进去 然后我这根皮管呢 我哥直接立入 我们家住平房啊 扔房就 扔房底呢 从此就断了 我爱这行的念头 念点啊 深深的埋在心里 哎呀呀呀呀 所以有机会就给爆发了 李春天的春天 哈哈哈哈 就是这里爆发 哎呀哎呀 没有这唱歌啊 也不会 这唱这样板戏 也基本都忘光了 我们那小学呀 叫北京小学 你听这名 多大些 特有 怕多种了北京小学 北京的文艺众美学校 所以我们校里有文艺宣传队 文艺宣传队里分好几个队呢 有舞蹈 有唱歌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 我呢 我姐是那个舞蹈队的 每天练芭蕾 我也想去 我说我也练不了芭蕾 我要不加入那个 有没有一个合唱团 我说加入合唱团吧 人家说那行 说你姐在那个那个 那舞蹈队 看着你姐的面子 让你上那个合唱团去吧 三天就给我哄回来了 为什么呀 说我唱歌跑掉 我说那么多人哪是唱 您怎么能听出我跑掉来呢 我们是一合唱团呀 人家说您这跑得太狠了 就全都听出来了 声太大了 烂鱼冲数都冲不了 你知道吗 你也别求我 你也别秧狗 真的再不唱 我没求你 这他们气候 我能理会到那 我能感觉出他唱的不定 多难听了 这根筋彻底简单 咱说下一环节吧 下一环节是唱大鼓 姐妹 哈哈哈 咱和我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